预期就是说 下一步香港的发展 只能通过 只能通过跟大外区的 尤其是跟深圳的穷户的实现 在香港有一个优势 就是说它是祖国的一部分 它可以通过大外区的勇和 那么通过大外区的勇和 你服务业 无论金融 法律 教育 医疗 都要有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穷体越大 你的发展越快 那你的服务对象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深圳 越港带外区 整个祖国大陆 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说 要把勇和方的提高到 这个一个新的阶段呢 这就是香港发展的所需要 在同时呢 也是深圳发展 越港带外区是发展所需要 我一直在提倡 在规则推进方面 我们把香港的规则 作为一个base 对吧 从以香港加的方式 把香港的规则 通过恒情 前海 南沙 这三个点 一叠单灭 扩散到整个大外区 这些大外区规则的 对接跟统一 这是永和的目标 我是觉得要灭向未来 再造一个香港 对吧 对我们深圳里说 当然还要再造一个深圳 两边的永和的话 潜力是无穷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